嶄新啟用的廟城,整齊的石板鋪面,加上附近電線地下畫 這是位於潮山海邊的香山天后宮 新竹市政府最近特別舉辦香山天后宮、香鳩來看戲的活動 邀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到香山,造訪這座有300年歷史的廟宇 也邀請虎林國小龍師團以及虎林國中布袋戲 重現早期廟會的盛況,帶給大家滿滿的回憶 那麼香山天后宮有300年的歷史 那這是一個守護我們的媽祖婆 守護我們鄉山人,鄉山這個土海的人 一個很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這間擔任市長之後呢,我常常來這裡 為什麼我喜歡來這裡 因為我是南港征的嬰兒 我們家也住在海邊 那麼我來到天后宮 我一直覺得說天后宮實在有夠漂亮 那麼面向著我們這個美麗的大海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要把它多做整理 然後邀請更多的人來到這裡 今天,所以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廟墊很漂亮 那我們特別文化局來這裡辦了這些相關的活動 那我相信天后宮,我們的媽祖 都比我們所有的身材市民 都比我們台灣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之外 我們政府,我們在這裡進入 我們就要努力去讓我們的市民更加幸福 更加快樂 首先我們要感謝新竹市政府 對鄉山天后宮的重視 然後改造前跟改造我們大家看得很清楚 改造後的環境呢,比較優雅 然後也比較寬廣的感覺 然後而且把天后宮前面的電線全部都往下拉了 所以讓它的觀感什麼都變得更佳了 我們也歡迎市政府或是各個單位 如果有活動要辦可以來借我們鄉天后宮前的館廳辦 我們廟也盡量會極力推出看有什麼活動可以辦 鄉山天后宮不僅是漁民的信仰中心 更是附近居民最常造訪的廟宇 香火鼎盛的鄉山天后宮走過300年 寬敞的廟宇將美麗的廟宇完整呈現出來 也讓更多外地造訪的鄉客看見 新竹海岸線旁最美麗的風景 凱博新竹陳若宜紅採訪報導